台中市 谢谢 再次的感谢我们朝野的立委 公在法 我们从第六届开始一直谈 一直到去前年开始 我们的台中市正式升格为直辖市 但是我们看到包括其他的四个县市 四个直辖市 虽然我们升格为直辖市 在立法院切蛋糕拿鞭炮来庆祝 但是我们的相关配套没有完成 也就是我们的公在法 才华法 一直到我们怎么样的思考 这一块大饼 在我们全国各县市里头 由中央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合理的分配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 以台中市为例 我们升格为直辖市之后 因为升格为直辖市 我们在中央政府所得到的补助款 反而是减少 决利 农保的健保经费 我们台中市要多出89亿 决利 中央管排台中市有13条 区牌的部分 我们要增加60亿的经费 决利 国力高中值即将要接收改制为 市力高中值的时候 我们几乎要提出90亿以上的这些经费 所以哈布朗当总家 我们预计要多出在未升格之前 要240亿左右的经费 如果突然只有直辖市的升格 而没有所谓的流动债券的这个部分 让我们可以做怎么样呢 它绝对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流动资金 其实最重要的运用 我们小伙子说的 就是运转金 所以非常的感谢 这一次在公债法里头 能够提出法通过之后 5年内的我们的周转金 可以由15%达到20% 同时以5年为上限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县市的提出 所以要感谢今天公债法 谢谢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 了